万众期待的剧版生化危机震撼来袭 绝对是影史上难得一见的末日神剧 故事还要追溯到2005年美国的一所秘密实验室 黑黑是保护伞公司的科研人员 他私自动用公司财产 制造了三个克隆体疯狂研究T病毒 凡是完成不了任务的 或者不服从命令的就会被切掉手指 这时两名武装人员突然闯入了实验室 因黑黑违反了保护伞公司的管理条例 保护伞要对他进行逮捕 黑黑并没有因此妥协 还当即干掉了两名武装人员 为了毁灭证据 接着又对克隆体通下杀手 然而证据还没有销毁完 大量武装人员就赶到了这里 挡不敌众的黑黑只好从后门逃跑 当保护伞公司组裁大壮赶到时 只抓获了两名黑黑的克隆体 他将克隆黑黑改名为大黑和小黑 两人被大壮分开关进了小黑屋 大黑为了获得自由 交出了之前所有的研究成物 还通过T病毒研发了一种抗抑郁的药物 并且称这种药物为乐开化 大壮为了更好的研究乐开化 便在南非建立了新坏熊市 把公司所有资产都投入到其中 转眼来到2022年 大黑由于工作的原因 带着双胞胎女儿搬到了新坏熊市 黑妹对此非常不满意 他厌倦了父亲带着他们到处搬家 妹妹小白却对父亲的安排言听记录 并且他还非常善良 就算是一只虫子也舍不得上海 从这虫子的外形来看 显然就是多年后袭击黑妹的巨蟲 大黑每天都会给姐妹俩检查身体 然后用针管给他们抽血 结果一抽就是满满一针管 要我说这是检查吗 抽这么多血分明是想要他们的命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大黑都会独自来到密室 然后将姐妹的血注射到体内 因为大黑是克隆体 所以身体存在很多后遗症 姐妹俩的血液是缓解大黑病症的关键 当然这一切两个女儿并不知情 第二天姐妹俩来到了新的学校 只吃素的小白却遭到一个女孩的嘲笑 愤怒的女孩将小白扑倒在地 娇弱的小白被揍得毫无还手之力 围观的旁人也跟着起哄 这也让小白丢尽了脸 放学后小白躺在床上闷闷不乐 第二天她找到了那个女孩 她想和对方握手言好 没想到女孩反而得寸进食 直接将手中的汉堡按在了她的脸上 黑妹顿时感到怒火攻心 于是她找来了一个兔头面具 来到洗手间狠狠地教训了女孩一同 黑妹果然是个难得的好姐姐 事后老师在小白柜子里找到了那个面具 猛逼的小白还来不及解释 就被叫到了老师办公室 还请来了双方的家长 对方家长要求大黑赔偿九块钱 但大黑属于保护伞公司的高层 声称女孩如果不给小白道歉 就会将她从公司除名 列入科技行业的黑名单 让她这辈子都找不到工作 没想到赔偿没要到 还差点丢了饭碗 大黑研究的乐开花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是剂量却无法掌控 吃多了就会变成行尸走肉的丧尸 所以大黑一直在拿动物进行实验 总裁大壮迫不及待地想进行人体实验 早点将乐开花推行上市 这天小白来到公司看望父亲 意外发现公司居然在进行动物实验 心地善良的小白 哪能忍受自己的父亲干这种事情 于是她回家告诉了黑妹 黑妹也对此感到不可饶恕 晚上两人偷走了大黑的通行卡 偷偷溜进了公司拍照取证 想曝光父亲和公司的残忍行为 也不知道大黑造了什么孽 养了两个长得反骨的女儿 平时自己也没少亏待他们呀 善良的小白掏出手机开始取证 而黑妹却在另外一边把玩着电脑 她无意发现了电脑里的视频 保护伞公司的人正拿枪扫射人群 但这群人一个劲地往前冲 根本不怕死 另一边的小白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舱门 小白好奇地打开了门 里面竟是一条被替病毒感染的恶犬 小白瞬间被吓得两腿发软 接着满嘴哈喇子的恶犬便缓缓走出 猛逼的姐妹俩只好疯狂逃窜 无奈躲到了会议室的桌子底下 恶犬没有发现他们便只好离开 不出意外的话意外要发生了 就当姐妹起身离开的时候 黑妹却不小心触发了公司的广告系统 巨大的声音将恶犬再次引过来 机智的两人趁机从会议室跑出去 将恶犬给关在了会议室里 但夜间访问超过两小时 公司大门就会被锁死 他们试图打电话给父亲求助 不料安防系统还屏蔽了网络 就在两人不知所措的时候 恶犬突然撞碎玻璃门朝着两人扑去 来不及躲闪的小白被恶犬狠狠地撕咬 黑妹看着自己的妹妹被狗咬 恐惧得她顿时变得愤怒起来 拿起一旁的灭火器对着恶犬就是一顿问 就这样恶犬被她当场活活砸死了 要是以后她老公敢惹她 下场估计比这个还要惨 受伤的小白变得非常虚弱 她的呼吸慢慢变回 眼睛也渐渐合拢起来 如果再得不到救治肯定要死在这 黑妹哭喊着却束手无策 难道小白就要葬身于此了吗 更多精彩精情准备好瓜子板凳拭目以待 感谢观看